走过疫情,重拾盼望 从这疫情中,人的善与恶,无私与自私,施舍与贪婪,牺牲与自保,都暴露无疑 从疫情我们看到几个问题 第一,人是有恶性的 圣经说是罪性 最需要得到解决,人才能够解决内心平安自由的问题 第二,人是有限的 许多国家领袖都被病毒的问题弄得焦头烂额 在病毒面前,每个人很难幸免,无法不受影响 第三,人对自然破坏极大 许多国家为了防止疫情扩散,进行封国封城措施 全球碳排放量是历史最低 中国的天蓝了,意大利的河流变清澈了 人类没有按上帝的托福来好好管理这大地 所以,我们人类需要重新检讨我们的行为 以造物主,以社群,以大自然修复关系 重新回到上帝的轨道上 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苦难 苦难是宗教以哲学不停思索探讨的课题 最能体现苦难的表现就是肉体的死亡 在疫情中,我们看到人们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 多数是抱着恐慌的心灵 虽然口里很多,武汉加油,湖北加油 可是在生活中,对来自武北或者武汉的居民 却是非常排泄的 许多苦难是因为人类的罪行 自私,幸灾乐祸造成的 印度政府封国三州 交通全民停顿 将近一亿的领日性的工人 需要从印度各大城市 徒步几百,甚至几千公里 回到自己的老家避难 这是印度历史大悲剧 我与印度的伙伴在他们的省会里 组织食物救济中心 针对这些疫情难民 提供三州全家人需要的粮食 苦难可以将人的自私表现出来 如抢购口罩、卫生纸 超买粮食而不考虑到其他人的需要 苦难也可以将我们内心信仰的价值 发挥在救济那些一无所有的平民人 我们非常熟悉 无比恶意的神迹 耶稣的门徒 当时需要安排两万人吃饱的问题 这是非常大的挑战 很少人去思想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可以给他们吃的 两千年以后的我们 还是期待着耶稣显成祭喂饱多人吗 我们手里的资源是为什么存着呢 让我们利用上帝所赐的资源做善供 第三方面我们来思考光明 疫情带来世界一片黑暗 富强国家引以为傲的医疗物资或者资源被疫情打击不堪 全球股市跌落创历史记录 许多企业倒闭 大批人员失业 光明在哪里 圣灵说耶稣是光 光照进黑暗 黑暗就消失了 耶稣是从上帝那里派来 世上的救世主 让这真理的光 生命的光 照进我们的社会家庭每个人的内心 耶稣能提供我们趋走黑暗的能力 你想拿掉心里的恐惧吗 圣经教导我们要用心灵诚实 去接受耶稣和他的光照 他说跟随他的人也是世界的光 他使能力给他们去帮助这世界有需要的人们 答应朋友们早日来接受这光 走过疫情 重拾盼望 由环球传播制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